开丝童话音乐剧 大灰狼和七只小山羊 现在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在森林里住着山羊妈妈和七只小山羊 有一天 准备出门的山羊妈妈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 大灰狼可能会在家里 你们一定要记住锁好门 知道了妈妈 放心吧 不一会儿 就有人来敲小山羊家的门 你是谁 是妈妈 快开门 敲门的 正是可怕的大灰狼 你不是我妈妈 妈妈的声音很温柔 就是 就是 我妈妈的脚非常白 可是你的脚好黑啊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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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大灰狼往脚上擦了些面粉 然后清了清嗓子 假装温柔的声音 妈妈妈 妈妈回来了 快开门 给我们看看你的脚 大灰狼把沾满面粉的脚伸了进去 给小山羊们看 不看见 不看见 你是谁 我是妈妈 洁白的手洁白的脚 还有温柔的声音 这一次 真的是妈妈 咪 小山羊们打开了门 小山羊们 我要把你们统统都吃掉 现在回来 救命 小山羊们都吓坏了 他们赶紧躲到被子里 床下 还有衣柜里 以为这样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我要开洞了 大灰狼张开大嘴 吞下了第一只小山羊 接着吞下了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还有第六只小山羊 吃得好饱啊 该去睡个午觉了 大灰狼回到了森林里 回到家的山羊妈妈吓了一跳 门怎么开着 门怎么开着 我的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听到妈妈的声音 躲在石中里的最小的那只小山羊 哭着跑了出来 看那只可怜的小山羊 躲在那大石中里哭啊哭 妈妈 妈妈 大灰狼来了 宝贝你在哪里 宝贝你在哪里 快快告诉妈妈 快快告诉妈妈 可怕的大灰狼张大嘴 把他们统统吃掉了 妈妈 吓死我了 山羊妈妈 赶紧跑到森林里 寻找那只大灰狼 她发现 大灰狼正躺在草坪上 呼呼大睡 妈妈 大灰狼的肚子在动呢 孩子 快去帮妈妈把剪刀 还有线和针拿过来 山羊妈妈 用大剪刀 剪开了大灰狼的肚子 咔嚓咔嚓 孩子们 快出来 妈妈 六只小山羊 从大灰狼的肚子里 一个个的蹦了出来 孩子们 趁大灰狼还没醒 快去剪点石头来 好的妈妈 山羊妈妈把石头 全部放进了大灰狼的肚子里 接着把肚子缝了起来 可恶的大灰狼 让你尝尝教训 过了一会儿 口渴的大灰狼醒了 好渴啊 我得去喝点水 身子怎么这么沉呢 就在大灰狼弯腰要喝井水的时候 肚子里面的石头 开始慢慢向前倾 救命啊 大灰狼掉进了深深的井里 普通 大灰狼闯进山羊的家 哦 长大嘴吃掉了可爱的山羊 换掉 拿起大剪刀剪开它的大肚子 哦哦哦 终于从大灰狼的肚子里蹦出来 几只可爱的小山羊 耶耶耶耶耶 几只可爱的小山羊 耶耶耶 几只可爱的小山羊 耶耶耶 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开思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